原因是 鸡蛋 清学期一开始就当食堂直升 真倒霉 五丸 你手都没动 你们不觉得 抛袋也给个跑腿背 做起司来才比较甘愿吗 都说你手都没动了 哪个人帮我拿南瓜过来好吗 好 五丸 你去拿吧 为什么是我 因为你现在最险没事做 不对不对 这时候为了公平起见 应该用猜拳决定 剪刀 石头 布 剪刀 这猜拳的面子 你每次握手都不会放开 这就半手半手半手 这是最爱的一个 害我又做白宫了 南瓜拿来咯 警方在那边吧 好 有没有这么夸张 我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好 我们去去看看吧 胖子 唱库被毁得好赞 怎么会这样啊 特地准备好的酱菜 还有除车的一大堆蔬菜都 我预订准备的料理却被毁得一塌糊涂了 大侍 你没事吧 不可原谅 我饶不了那个饭 虽然不知道是谁做的 但是这么糟蹋食物 我饶不了他 不要跑 有什么事吗 身为食堂职日生 请你们把犯人找出来 我说身为食堂职日生 请你们把犯人找出来 懂吗 不懂 我就是不懂 为什么我们要免费做白沟 不是的 为什么我们非得做那些事情 遭到破坏的是食堂的仓库 你们今天是食堂职日生 去找犯人有什么不对 可是啊 这里是食堂外面 而且我们才刚刚清洗准理完餐去而已 我觉得这样是很不对的 帮我这个忙 好吗 会不提供我拒绝 居然跟人出学院最厉害的大神 你一眼我一眼的 我好怕 都这样摆脱你了 要就是不要 找出犯人 我就送十张免费餐缺 各位 为了社会正义 我们应该帮大神找犯人才对 那么我先去向老师报告 一切就拜托你们了 既然不想做白宫 一开始直说不就好了 我都快被你吓死了 你们在说什么 你不过是把真正的问题点出来而已 你不要掩饰了啦 脸上的表情显得一清二楚哦 有吗 万太郎 新宁位 怎么辣物 有什么发现吗 这不是保禄火屎的碎片吗 所谓的保禄火屎 是在烧好的淘气里装火药 点燃之后再投出的手榴弹 什么 刚刚那是什么 就是常见的解说啦 好了 我们回归正题吧 哦 小巫 前所未有的冷静呢 投掷这保禄火屎的一定是忍数学员的学生 怎么说 你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你们看一看 这上面写着忍数学员数科练习用 哦 真的 也就是说 我们只要找出仓库被破坏的那个时候 哪个班级正在练习保禄火屎 这样就可以知道是谁干的了 怎么了 为什么 为了得到奖励而努力的物啊 好厉害 食堂的十张免费餐券 一定要拿到手 走吧 我们要是免费餐券 那个时候 他联系保禄火屎的班级师 找到了 少年假班 是池田赛郎次前辈他们班 免费餐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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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费餐 免费餐 你是什么意思啊 图完 你是说我们练习的保禄火屎 把食堂的仓库弄坏了 一定也没错 我觉得弄坏仓库的二年假班 同样也有责任 等一下 没时间等 小物 你们听我说 其实在保禄火屎的实习过程中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不晓得是哪一班 食火箭的练习出现了失误 结果砸到我们这边 然后 点燃的保禄火屎 才会往飞目标的方向飞去啊 就是那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责任 应该是投掷食火箭 失误的班级要负的 食火箭 失误的班级 只要去查食火箭的练习进度表就行了 好 我们走 看我 看我的 你先停一下 怎么了 我先去下车 让我们久等了 Let's go 找到了 是四年假白 是龙夜藏碗前辈的班级 实在不想跟他扯烧关系 你在说什么 找人是谁都无所谓啦 前辈 你是十张免费番线 你说 弄坏食堂仓库的最回货手 是我的食火箭吗 其实我正打算那么说呢 前辈 你也理解得太快了吧 我这个人不喜欢婆婆妈妈的 不是那个问题啦 你说的没有错 我们班的确曾经练习过食火箭 而且 投掷也出了差错 奇怪 竟然这么干脆 那么你愿意负责吗 不 我不愿意 为什么 因为 食火箭食物的责任 并不在我们身上 你说食物的责任 不在你们身上 这句话之间好像 看来是请看下回分解 不好